1月16号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居民 拍下了当地遭遇龙卷风袭击的可怕时刻 视频显示一场龙卷风摧毁了当地的一个房车度假村 那里的拖车被撕成碎片 随着龙卷风漫天飞舞 据报道 这是一场持续的冬季风暴造成的几场龙卷风中的异场 另一场龙卷风袭击了一个拖车公园 导致许多移动房屋被夷为平地 据了解 龙卷风共造成数十所房屋被毁 超过200名居民无家可归